台中市的選戰是在添了變數 曾經是國民黨籍 當過了四屆台中市議員的黃淑芬 在市長林佳龍的陪同之下 林表是來參加了西屯區 民進黨內的初選 他本來的選區是在南屯 而這一次加入了民進黨的初選 換到了西屯 夾著民意基礎的投靠 他說來幫民進黨再度一席 也讓議會過半 林佳龍市長施政可以更加順利 黃淑芬才剛領完表正在簽名 林佳龍市長立刻在一旁 幫忙推薦 以他的這個專長 可以扮演好一個議員 既是能夠協助執政 也能夠監督執政 跟市長手拉手高喊 當選 戴著紅框眼鏡的黃淑芬 曾經擔任世界台中市議員 現在是廣播電臺主持人 本來是國民黨籍 後來托黨是現任的台中市議會 五黨聯盟的執行長 本來選區在第七選區南屯的他 改批率刨後 離讓給原本的張耀忠 跟何文海要爭取民進黨第六選區 西屯區議員第三席的提名 我已經很習慣服務 那麼希望能夠這一次再回到西屯 希望能夠擴大服務的層面 服務更多的市民 能夠幫助市政的推動 我想這是我的本意 也是市長的期許 帶著民意基礎投靠黃淑芬雖然轉選區但信心滿滿 說要幫民進黨爭取第六選區五個議員的關鍵第三席 立拼議會席次過半 也讓年底選舉再添變數 記者羊羊及許家詩 臺中報導